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歡迎這個 今天的五位來賓 那這個第一位是 媒體人迪志偉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諮商心理師 林翠芬老師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媒體人陳凌凌 大家好 我是阿凌 好 還有書店的老闆杜娟 那個好 大家好 我是杜娟 好 還有第一次來的這個新朋友 他是草編街頭藝人林三元 侯怡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草編師給我三塊的 三塊 為什麼喝飲料給你三塊 三元極端 說我煮中科 三元吉地球 我煮中科 我就是知道大三元很好吃 大三元 好像是米其林的 也是打麻將大三元 對 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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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你有貧窮焦慮嗎 那這個現在日本有一個出現 一個新的症狀叫做貧窮 一種妄想 那這個是從貧窮焦慮 延伸出去的一種現象 因為日本日元貶值 然後又通貨膨脹 結果這個憂鬱症求診的人增加了 像林翠芬這樣的老師呢 生意接不完 沒有 沒有 那有醫師就問診的時候 常常聽患者說無論賺多少錢 生活依然沒改善 其實日本很多人賺得很辛苦 然後所以他們心裡很不安 那另外有一種人就是其實他也沒欠錢 但是很奇怪 他就是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有工作就接 拚命做 所以這個也很可能是現在的文明病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 那麼首先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今天我們的來賓也會講講 他們的貧窮焦慮 不過新的例子是這個志偉這邊 說夫妻月收入十五萬 親兩個孩子 但是還是很害怕貧窮 為什麼 我們想說月收入十五萬 為什麼應該是收入很好 但我跟大家講 你現在算十幾萬 如果你是四口之家 真的是剛好而已 沒有代表說十幾萬 是很很高的收入 所以我常常在想 那如果月入夫妻加起來 沒有到這個數字的人 他們要怎麼過 我想我自己 那當然這個例子是這樣 就是就是這個太太 他是做居家保姆的 那其實現在做保姆 如果你極限一個人帶 他政府有規定 比方說三到四個是滿了 你就不能再帶了 那一個我們已限在新北市 全天跟八小時 我們講八小時就好了 差不多兩萬六 我老公是做裝潢的 那裝潢感覺就是看你做裝潢什麼嘛 木工油漆還是什麼 但我只知道這幾年的裝潢費都很高 因為缺工嘛 所以你要趕時間 那那個費用就高 所以他說他雖然他一個月賺十五萬 可是連那個一日遊 不要說出國了 連要在臺灣一日遊 這個太太 他都不敢不敢想 那因為他有一個朋友 就是像崔芬老師這樣子 就是他是有學心理 有做心理智商 也有做所謂的財務規劃 他就是去找他說怎麼辦 我雖然有 他就他就覺得說最近怎麼感覺 你不是很開心 他就說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再怎麼努力 再怎麼賺錢 都覺得錢不夠用 小孩越大越花錢 那他說可是不對啊 因為我之前都有幫你做了 看你的財務規劃 該買的保險也有啊 然後做了一些理財規劃也都有啊 為什麼你還是會覺得你很 你會擔心沒有錢呢 他說你知道我先生之前做裝潢 然後曾經受傷過 那時候先生是有一點半攤 就是有出過意外 所以他很怕如果他先生怎麼了 那他一個女人要帶兩個小孩 小孩還沒有到很大嘛 他沒有安全感 所以一般人對你才不是那個在行 應該是說貧窮這件事情 會害怕 那玲玲你說你的生母 總是未潛單親 對其實我非常嚴重嚴重的 剛剛志偉講這個現象 就是我只要一天沒有工作 我就開始焦慮 我活著是幹嘛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完全沒有任何收入 我又會焦慮 只要沒有收入這四個字 我就開始焦慮 這不得了 甚至去看心理醫生 那我想其實應該援救於我的原生家庭 我想應該原生家庭很有關係 因為我的生母呢 就是 所以你今天是愉快的 你今天是愉快 當然 開心的不得了 就是微笑的來 因為今天出來賺錢 對對對 真的真的 然後呢 因為生母 從 因為這帶我們小孩很不容易 所以醫生奶奶為錢發愁 我記得有兩個事情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深深知道錢的重要性 因為有一次他跟我爸 因為他們離婚了 那我媽媽要跟我爸要我的學費 因為他沒有錢繳學費 叫我爸爸來繳我的學費 那然後我爸爸在電話那頭 直直屋講說好了好了 我明天或後天這兩天有空 我會送過來這樣子 然後他們電話掛了 可是我媽很生氣 她就覺得說 你要趕快送過來 因為明天要交學費什麼 兩個大概有點 因為我很小嘛 有點吵架這樣 那然後我媽就很生氣 把氣出在我身上 然後就叫我跪在電話機的旁邊 然後一整晚不准上床睡覺 一整晚啊 因為她就覺得說 我想她可能把氣懲拔在我身上 然後我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覺得說 錢好重要喔 重要到說我媽會這樣對待 可是這跟女兒沒有錯啊 那可能她也不知道 怎麼調解新的事情 那後來也因為小孩多嘛 那我爸爸那邊也是另外 又有一個家庭這樣子 那然後我媽媽沒有辦法生活 帶著我們小孩一起去讀我爸爸 給他要我們的生活費 那那時候也是晚上 大家第二天都還要上學 小孩子還小 我印象好深刻在個公寓那邊 讓我們大家 那我爸暗鄰 我爸爸他們不在 然後所有的小孩跟我媽就在樓梯間 就在等 等到大家就這樣子 好累 還沒回來 終於計程車開進來了 我們看回來了 然後我媽趕快堵到門口 不是他坐計程車回來 坐計程車回來 然後大家通常堵在門口 然後我們大家就 我媽就跟他吵 吵架什麼的 然後那個就是我爸那個對象 那個那個我爸的伴侶 那時候講說 那時候我爸也拿不出錢來 臨時這樣拿不起來 那個伴侶就手上拿著 手錶講那大姐你拿去當好了 給我們大家做生活費 這兩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到不行 所以到後來 自己後來也結了婚以後 先生也是演員 那演員大家也知道通告收入也不穩定 有就沒有就沒有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 哇 就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但是因為那時候在報社上班 報社有穩定的薪水 所以也還好 但是當我離開報社的時候 開始要做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也是開始上通告 這樣接CAS之後 哇 我整個情緒都大爆發 因為我覺得說 我就怨天怨地 就怪天怪地 怪說我媽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麼辛苦 怪我老公 所以你什麼都不會賺錢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長期下來 讓我心理醫師對金錢方面 有很大很大的壓力 只要有一天沒有收入 一天沒有賺錢 我就 我就不行 那一個月三十天 有幾天是沒有收入 好像還蠻多的 所以我快開始寫劇本 因為劇本就可以balance 就可以平衡 我在家裡也可以賺錢 所以我寫得很開心 那你罵老公不會賺錢 或賺那麼少 他怎麼反應 他那時候 他那時基本上 他也不太理我 因為他也知道第一點 這是事實 第二點他覺得 我覺得發神經 那當然後來現在 這麼多年來也調適很多 可是我會把這個壓力加注 在我身上 就是現在已經不會去怪他 都這把年紀了 怪什麼 可是我自己還是會就隱隱約約 就是說好煩喔 這樣不行 那等一下你的 為什麼這樣的焦慮狀況 就是說你到底是有錢 還是焦慮 還是說你沒有錢 真的焦慮好不好 等一下再請教 好 那三元兄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也來請教 來 先進廣告 好 那麼這個三元兄 你說你爸爸是擲工嗎 哪有我爸爸 我媽媽也是 媽媽也是喔 他做扛娃 我爸爸做扛娃 是 是 那所以那時候家的家庭 算得很好 很散 有些時候就是做扛娃 都一樣散 一樣的貧窮 所以說貧窮的焦慮 當然有 我舉個例子 對 我們住的地方是六戶 一籠 就進去 我到那邊 進去的話 用那個綿莉亞幫 沒有隔音 然後就有六口罩 六口罩 現在也六口罩 吃起來就差不多十二戶 對 一個我們公共浴室 有一個公共浴室 疫情浴室很多 對 公共浴室 到那裡自己蓋了 蓋位建 然後一個公共廁所 大家都過了一樣的生活 但是直到什麼時候 你才感覺說 那種好東西 跟三十十這麼多 我來講我們看 因為我是換去按平溪 到雙溪 雙溪的印象就是木頭做的 那到了這個南港 新比亞 就是在研究印度二段那邊 閃金宮的下面 那個對面是空軍 林武村 然後還有中安研究院的 那種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讀小學的時候 就這些同學 怎麼差這麼多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就是有差異的 就感覺出來 那在小時候 做土耳朵的 北部 如果在教孩子 如果無關用講的 你知道嗎 怎麼講 他就講一句話 你不討厭 後來跟你們別人去軟土耳朵 你聽了就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你在煤礦 幾乎每個煤礦都會有災變 然後翁翁翁翁翁翁翁 就隔壁誰 爸爸沒去 阿公 還有那個一個賣菜的 他腿是斷的 他也是因為那個礦災 對 我的住在平溪的那個 我們稱說大舊 大舊 他斷一隻腿 也是啊 就是沒有死了就殘 我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聽到爸爸講說 意思就是說 要用學 讀書來脫貧 你覺得這個礦坑 礦坑我們不能進去 但是我爸爸在我考上 大學的時候 那個暑假 其實我已經磨得一個 也是那個要流汗的 就是做水田的 要打拼 打拼 就是那個要做那個 那個那個電箱槽這樣 也是很辛苦 但是至少在室內 有一天我爸就叫我頭前說 桑文 這個事情不要做了 水田不要做了 跟你們別人去軟土耳朵 你們說我就嚇到了 沒有啦 我告訴你 做很困難的 怕什麼 然後我就有大概有五六十天的時間 去在那個壁山營下面有一個叫福田煤礦 所以後來我在2017年退休的時候 不是要申請那個勞保嗎 然後我就看到 我有國家認證的礦工資歷 因為上面就有勞保 就有福田煤礦 那個五六十天裡面給我的感受很深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分享的時候 我就會問 我現在問大家 有一天我爸爸大概工作了在四五十天的時候 就把交到前面 用台語講 你覺得怎麼樣 我的回答就是會注定我以後會當業務 我的回答是 爸爸我知道你賺錢不簡單 如果說艱苦他就繼續做了 他在磨練我 他用這樣的方式 讓他知道一個父母賺錢是不容易 所以我常常在演講 因為我們現在臺灣也比較相對富裕 所以要必須要讓下一代知道 爸爸媽媽是怎麼賺錢 這件事情 而且每個世代都還是有貧窮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父母是把這個貧窮 我爸媽很好 他沒有讓我們苦過 只是衣服穿得比較破比較舊 然後大哥穿 我是大哥穿完以後 但沒辦法給妹妹 但是我大妹的衣服就給二妹 二妹是給小妹 三銀兄你幾年次 我四十八年次 四十八年次 實際上是四十七 我屬狗的 所以沒有六十五 六十五 對 剛才這麼年輕 沒有啦 沒有年輕 不過他的故事 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那志偉你說 這個日本最近流行的貧窮妄想 你也有這種症狀 對 貧窮妄想就是你明明 之所以叫妄想 就是你並沒有貧窮 對不對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的妄想 你怎麼最近要買車 要買便宜的 不買 要跟你說 就是我自己啊 我覺得這不是 這不曉得是不是這種病態 因為坦白講 我是不會做 其實像我理財的規劃 我都有 可是我買了什麼 那他賺錢賠錢 我就是問李專 可以賣了嗎 就是我不是會一直去看的 或是會把它記住的人 所以坦白講 我的理財的方式就是我會做槓桿 我會做平均分配 但是我不會去記 這一間我買了多少 那個我買了多少 我就是看我每個月 有進來的被動式收入 錢多少就好了 那所以賺錢就會花錢嘛 對不對 那錢花多的時候呢 我就會很害怕說 我的錢不夠了 所以我固定某一個時間 可能一個月也許有一次或兩次 平常我在洗澡 那我們家就有水蒸氣嘛 那有那個shower room對不對 我就開始寫 這間銀行我有多少錢 那間銀行我有多少錢 再把它加總起來 然後洗完澡出去 打開本子看一下 對對對 是這樣的錢 因為你不知道你花多少嘛 因為我們有時候賺的錢 就是有些是被動式收入 有些是固定收入 但是你還是會有支出 你說那布蠟有霧水 所以什麼鞭筆 對對對 有一次我洗完澡 換我兒子洗嘛 然後我兒子洗完說 爸你為什麼好多次 都要在上面寫數字 那是寫什麼 對 我說沒事 爸爸在練習心算這樣 然後我老婆就翻我一個白眼 說你好無聊 你沒事在那邊算你的錢幹什麼 他都知道我在幹嘛 對 所以對我來講 常常算嗎 就是一個月一兩次嘛 因為我不會真的是 拿布子去刷去看 因為現在都是數位化啦 所以你就只能 大概憑一個印象說 我這個銀行本質 有多少帳戶 但是我就不會去算說 我股票有多少啊 我基金買多少啊 那我老婆說 你要算連這個都要算啊 你的房子 房地產你要不要去看 你現在實價登錄多少 他其實有點在諷刺我 他說就錢真的夠用就好了 不用擔心 你賺錢賺到很拚死的就對了 對啊 就是我哪裡 我是這樣想 有機會賺錢有能力 我們就做 對 真的看不到的你也只能跟他說再見 對 那比方說今天可能我也接了四個通告 那這四個通告其實接得很緊 對 你這一個趕一個 如果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是那是最最好的啦 但如果不是 我們只要接得上的 就會想要儘量接 但你會讓自己處於一個很緊張的狀態 就我可能就 其實你也容易出車禍 一方面 然後二方面 你都不能算到有萬一的喔 比方說萬一前面delay 那你後面怎麼辦 萬一你來的時候 找不到停車位怎麼辦 所以就我以前是會這樣子的 就是我就是可以接 我就把它接嘛 但現在我不想要讓我自己承受那樣的壓力 因為有一點年紀了 就是不要讓自己處於一個緊張的狀態 那個開車真的很危險 就趕得要死 然後你就會突然那個 那個怒暴 怒暴症上生 怒怒症上生 對 怒怒症 所以我這一個 就是我認為我是有 我自己覺得我有貧窮妄想 我會沒有安全感 所以你是其實錢有夠花 但是你一直擔心 貧窮 不安 所以沒有安全感 就是應該說 我不知道未來我夠不夠花 因為那會是一個動力嘛 假設我像我這個月繳 繳那個信用卡賬單 我繳了二十幾萬 那我就給我太太看 你看我這個月要繳二十幾萬 老婆說很好啊 代表你賺很多啊 你要這樣想啊 那因為是學費嘛 要繳小孩學費我就用刷卡的 那我就會跟自己說 好 我現在花了二十萬對不對 那我想辦法要把它賺回來 我就會有機會賺錢 那你那個焦慮到 有讓你身心形成 會會 我會焦慮到我連睡覺的時候 都會去想說 我現在藉這個案子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 去把它做好 然後呢 或者是說 我明天要 要去開會了 然後我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你因為要工作要賺錢 你就會承擔很多壓力 那有時候該睡覺該放鬆的時候 你還是處於緊張狀態 所以就容易失眠 焦慮 你覺得你的未來這要多少 你怎麼有夠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至少要五千萬現金 然後房子不算 對 不要算房子 我要五千萬現金 現在很多人隨便都上億 對啊 你已經幾個家住了嗎 沒有啦 我沒有幾個家住了 幾家 廣告的時候告訴你 沒有 就沒有很多啦 對 就是說 但是你是你自己五千萬 還是說包括你太太 我自己 因為太太會不會跟你一輩子 不知道嘛 所以你要就是自己嘛 所以我太太也是她自己嘛 什麼叫做太太 也會不會跟你一輩子不知道 不是 我們不知道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 對啊 因為我們兩個現在是雙薪嘛 所以他會覺得 你有賺錢 我有賺錢 所以不用擔心 那這樣的貧窮焦慮 從何而來 再來應該怎麼來紓解 等一下才請教翠芬 好 那請教一下翠芬 剛剛三位來賓都有講到這個貧窮焦慮 那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們的狀況 有一點不太一樣 像零零 他的狀況典型是來自於貧窮 妄想或焦慮當中的家庭的壓力 其實現在還蠻多人有 他剛剛說的那樣的狀況 就是說如果家庭當中不斷灌輸 你要努力工作 如果你不努力工作 未來會有不好的後果 或是像他剛剛說的 現在我遇到好多 就是爸爸媽媽分開之後 那常常孩子就會處在一個 沒有錢的焦慮中 就是說他是去跟爸爸要 那爸爸就也沒有錢 那我遇到很多都是說 你去跟媽媽要 錢都在媽媽那 然後孩子到處都要不到 錢跟爸爸要 爸爸說都在媽媽那 去跟媽媽要 媽媽就說去跟你爸爸要 那我就想說 這樣的孩子要怎麼辦 這樣還蠻多的 所以像零零剛剛講的 那樣的狀況 就會讓孩子長期處在一個 金錢很匱乏 我還遇過有人就是把錢丟到孩子 說你要錢拿去啦 丟到孩子臉上 那你看孩子會不會有高度的金錢焦慮 一定是會的 所以一個我是會覺得 這樣會被覺得很羞辱吧 一方面很羞辱 另外一方面他就會覺得 從小一定要有錢 他從小在很小的時候就立志 我一定要有錢 不然的話就要經過這樣的痛苦的經歷 所以是家庭的環境造成 就是金錢的需求很高 然後一直想要擺脫這樣 去跟別人要錢 去跟別人拿錢 去跟別人伸手要錢 太痛苦 太痛苦了 這種是一種金錢焦慮會很高的小孩 那像剛剛他講的那個 三元秀 對 三元講的 他比較是屬於稀缺 就從小家庭都是很匱乏 很沒有不足的這樣的狀況 所以他們長大之後 也會一直聚焦在沒有什麼 比較看不到自己有什麼 所以有些人也會變得很焦慮 他會一直看說現在我還要再賺更多錢 這樣還是不夠 不夠 我覺得這跟那個志偉很像 志偉就是一直覺得不足不足不夠 那他比較不會看到 他現在擁有的幸福感 快樂感 成就感這些 他比較沒有看到 其實他說他一天趕四個通告 對 他即使收入 我在家裡面就一直轉那個秒鐘去 這迪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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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跟我們都一樣 重播 那是重播 其實他現在收入很穩定 然後他還是會覺得永遠不足夠 但我沒有不覺得不快樂 我其實快樂跟成就感是有的 快樂與痛必成 我只是希望要讓自己有那個責任 未雨綢繆這樣 我其實會覺得啦 那個是貧窮焦慮跟貧窮妄想 跟童年經驗很有關係 童年如果說在那個很匱乏的狀況下 像我遇過我很多當事人也是這樣 如果說童年居住的環境 陰陰暗暗 然後父母常會餵錢吵架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總是覺得好像家裡 下一餐就沒有了 像這樣這種從小就生長在這樣的環境 像我有遇過 他只要遇到那種很暗 家裡的燈變暗 他的焦慮就出來了 不要說真的沒有錢 只要感覺到好像 又回到以前的氣氛 對 回到以前的氣氛 他就會跟自己說 我一定不要變窮 我一定要不要變窮 他其實現在很好 可是心裡會有一個聲音 一直跟自己說 我不要變窮 好可怕 我不要回到以前 我不要再過以前的生活這樣子 OK 這個杜鵑 他以前在娃娃娃 以前分享過 他本來在銀行上班 對 然後年薪其實非常高 後來因緣繼位 因為薪水高 當時就會比較多的物欲去滿足 比方說手錶 汽車 服裝 包包 那後來這個 你說你離開銀行以後 沒有固定的高薪的時候 也會焦慮嗎 我覺得可以分享 其實我覺得我現在這個部分 已經沒有了 那我剛剛分享 其實當時我決定要離開銀行 其實是中間有經歷過一年的流停 那我剛剛像剛剛 就是志偉哥講到那個 就是所謂的貧窮焦慮 我講一個 分享一個例子 因為我以前都是接觸有錢人 我記得我以前有一個客人 上市公司的董娘 有一次我就想說 姐姐要請她明天來銀行 辦一個手續 有打電話給她 她說我在拜拜 打電話給董娘 她說我在拜拜 她說姐姐 我就問她 姐姐你在拜什麼 我在拜一個財神廟 我很驚訝 我跟她說 姐 財神廟 自己就是財神廟 你已經是上市公司的董娘了 我說你可不可以留一點給我拜 所以這個例子就講說 永遠都填不滿 我那時候很shock 我想說天啊 她是百億以上的 我想說你還要拜財神廟 那我要拜什麼 其實我就想說 這是給我一個 第一個很shock的地方 那其實我以前碰到的 非常多的有錢人 其實你說他們快樂嗎 但我也沒有說金錢萬萬不能 可是你會發現說 他們的困擾都很可愛 他有時候會問你的問題 就是有些人不會花錢 就是他有錢 像我之前有個客人 也是很有錢 他每次買保險都是上億的 就是年繳兩億 你知道他怎麼來銀行嗎 他都騎摩托車來銀行 然後非常的 年巧仔 非常的省 對 非常的省 然後他有時候 有時候像原子筆什麼的 其實我們都買給他 那他 我跟你講 有些人的觀念 他錢不是用來花的 純 他是純的 他那個數字 剛剛志偉哥一樣 寫在那個有沒有 他看到那個數字 他就有錢又改 可是他不會花 他完全不會花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 可不可以多講一些 有錢人的慘狀 讓我爽一下 然後你就會很訝異是 他明明就是可以開車過來 沒有 非常非常省 那因為他有時候在享受那個過程 其實我還有一個客人 也很有錢 仁愛路一排的房子 有一次啊 我們就是有時候公司也會有一些旅遊 什麼的 我們去旅遊 你知道他想要買一個相機 我都覺得像他這麼有錢 他光存在有銘行 我不敢講多少錢 大概就十幾億以上 你看他為了買一個相機 他從A店比到B店 比到C店 我就想說天啊 我雖然收入也還好 我就覺得一個相機才兩三萬 就買下去了 他沒有他就一直比 我就想說 那他錢 信用來幹嘛的 沒有 他也是看那個數字有沒有 是不是寫在浴室 也是很高興 所以其實我就想說 有些人的錢真的不是在花 他們就是享受那個數字的感覺 而且他覺得 他有告訴我就是說 比如說你應該比了A店 B店省了一千塊 他覺得他像比較聰明 比較聰明 他覺得我被賺了一千塊 就比較笨 那我也覺得很訝異 說如果這一千塊要走 從這個街走到那個街 太累了 為什麼不花 他就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他比較的不是 不是那個省錢 他是覺得他是聰明 我也覺得很訝異說 原來這麼有錢的人 他沒有享受到花錢的愉快 其實他三輩子都花不完 對 可是他卻告訴我說 他說他很開心 如果你看我這樣比這個省了一千塊 他就很高興 我就想說非常的好 對 詹元兄 是 你這個我簡單介紹一下林詹元 他在新北平溪出生 礦工之治 那現在是草編的街頭藝人 是的 那在退休之前是在中華電信基金會當執行長 這就是一個很不錯的工作 那再更早他在臺灣微軟當副總經理 有沒有頭銜有沒有很嚇人 有有有微軟 對對我跟你講他公司叫微軟 那薪水都很硬 那這個他也做過創投 創業投資 那這個人生也經歷過很多的高峰 當然也有一些低谷 然後你說你年輕的時候 還剛才公司的財源 對 第一次 那是差不多是一一九九九三年左右吧 我的第一家外商公司 而且是我從大學就很寵壞的公司 三十年前 所以你以前差不多三十五歲 Digital電腦 Digital 後來他被compact病 然後compact又被HP病 我們從小 應該在大學的時候 先插個話好不好 Digital被compact病 Digital又那個compact又被HP病 HP今天宣佈裁員 對 那就那個是 那個時候我萬萬沒有想到 因為我的人生的 第一個業務的高峰 也差不多在一九九九二上下 我就就是賣那個 迷你超級電腦 到中興大學 中央大學 人生證歸黃 但是沒想到說 這公司怎麼會就這樣要開始全球大裁員 那裁員他並沒有裁到我 因為我也進入沒多久 我八八年進去嘛 然後就要開始去裁 然後把 因為他們叫 有多少人頭要弄 那那時候我已經是一個小主管了 有interview一個 他本來人家要上 公司要馬上要上市上櫃 那我一直把他請求來當我的業務 結果沒多久 老闆跟我講說你要把他支錢 要支錢 這難過到不行 難過到不行 然後當然你會想 印照到說 老闆要帶人 但是就把他抓你 抓他 這個人是我帶來的 他比我比較早 叫Eric 然後我就會想到說 這個公司就這樣的話 我以後就輪到我了 就輪到我 那時候就是第一個壓力 然後同一個時間 我太太跟我講說老公 我又懷孕了 那個沒有在我們的預期之內 也就是說他跟他的 我的小兒子 他跟我的二女兒差六歲 那你那時候有幾個孩子 本來兩個 變三個 你知道那種 你那時候工作壓力大不大 壓力大 壓力那麼大 為什麼會懷孕 就是壓力大才會懷孕 因為壓力大才會懷孕 對 因為需要輸壓力 輸壓的方式 所以我常常講說 跟朋友講說 我得到產前憂鬱症 產前憂鬱症是你 不是你太太 對 因為公司面臨一個 這麼重大的危機的時候 然後你的負擔又增加 對 然後後來又第三根草 等一下繼續說 來 先休息 進行 好 那孫雲兄你說第三根草是什麼 對 我第三根草就是說 我被迫要去轉到另外一個部門 那跟我原來的那個部門 那差很多 就是不是我喜歡的 那要很多的應酬 其實至少說 我在業界的時候曾經叫做酒店王子 那是被迫戀出來的 我漸酒店有牌 我漸到差不多三點半 然後就是 就是到那樣的一個場合 就是然後加上你要跟這個經銷商拌弄 所以我再有一次我就崩潰了 就是 漸酒店漸到崩潰 對對對 你是什麼政界 沒有 我崩潰我就大罵我的經銷商 其實那個經銷商是我的學長 交大學長 然後後來被我的老闆 也是我同學 你交大嗎 我交大 我交大 什麼 交際系 交大計算技 科學系 簡稱交際系 也有導力 對 所以他就被我那個老闆同學罵 說你瘋啦 那個學長是我們的那個財神爺 就是要下單給我們 那就是崩潰 那還有一次就是 其實漸漸都是一點一滴 就是有一次我開車出去 開到一半了就恐慌 然後就啪啪 這就是貧窮恐慌你知道 沒錯 結果你不能出事 重點來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就另外一半 我的太太就跟我講話說 你不用怕 你慌甘什麼 我 還有我 我們省一點就好了 其實這不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我太太要跟老公說 那我就改嫁 忽然就好了 這個是後來另外一個 然後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 在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是夫妻 當然第二狀況 然後我怎麼把它解決 就是我要把我自己恐慌的原因 把它條列出來 因為我們都要知道 所以 條列出來 我的壓力來源是什麼 然後就 哪些壓力是我可以解決的 比如說 我不喜歡這個部門 所以眼前就這樣 進到這個公司 也沒有辦法改變 可以 剛好別的部門要有 所以我就這樣從教育市場 經銷商的市場 就轉到電信市場 然後這個轉折 其實後來也給我帶來很大的改變 很重要的改變 那你說人生你贏過 原來第一個高峰 那是怎樣 我第一個高峰 我們講 除了財產 累積到兩億八千萬 剛剛講 在那個時候 不得了 就專精一點 很高峰 我投資八十萬台幣 然後在四年 因為它在NASDAQ上市 大概就變成兩億七千八百萬台幣 所以在很多媒體的報導 我都會提到這件事情 你那時候本期才八百萬 八十萬台幣 結果累積到兩億八千萬 對 那錢呢 不得了 然後其實 不好意思 想要怎麼累積 沒有 它就股票 每天去就對了 有時候一天就賺個十塊美金 那我有五萬股 那是兩萬五千股 然後上市之前叫SPRIT 要分割 分割 所以變成五萬股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查了 兩個朋友說 三個還有這天 打個Glove 美國那邊傳過來消息 就是說我股票賺十塊 就代表我的賬面上 我多了五十萬美金 一天喔 就是一個晚上而已 但是他也會跌 股票有去運路 那時候你幾歲 那個時候 我跟你講四十幾歲吧 因為我那個是兩千年左右 到高峰是兩千年 四十 四十五歲 兩億八千萬 難怪是酒店王子 那個在之前 那個在之前 酒店王子是之前 沒有 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兩億 中間也有很多人說 趕快去賣 都可以賣 買東西都不用看價錢 所以我有經歷一些東西 比較特別的 一個比如說到 拉斯維加斯去玩擺家樂 很多有錢人都在玩 可是我在擺家樂悟稻 什麼叫悟稻呢 你知道擺這個算不能算廣告 我是講一下那個道理 因為擺家樂是很多 台灣有錢人都喜歡去賭 因為他最公平 機率上五十一比四十九 五十一比四 真的兵運氣的 五十一比四十九 但是為什麼拉斯維加斯 他的那個樓可以蓋那麼高 人家會賭場那麼有錢 他贏你兩點 不是兩趴 還贏你兩點 哪兩點各位知道嗎 第一個 就是你贏了 還想再多贏一點 第二個叫輸了不放棄 對 輸了 就不講 停損嘛 所以大家都會講 比如說停損 賺損 對不對 就是你要上一個 up level跟 一個上限 我跟你講人到那個時候 你大概就 失去理 就暈了 所以所以其實我在那個 跟我太太那邊 因為去開會嘛 我們說不然會摸她 結果就在不到一個小時 兩萬五千塊美金就不見了 不太一個小時 兩萬五美金那時候 那時候可能是 差不多一百萬台幣 對啊 差不多一百萬 因為她早期的 四十塊 的匯率 然後聽好 跟我們一起去的 她輸了一千萬 所以我是說其實 你那時候有開電路的嗎 有啊 我人生的第一部S320 就是兩千年的時候 S喔 一直開到現在 你現在是要說便宜 就很耐心 對啊 不過那是好車啊 是啊 就是唯一 那時候S320 不得了 那時候一台也要三百萬嗎 三百萬 三百萬 那時候三百萬 連那個展示廠我都沒去啊 因為老闆跟我講說 三百萬 你現在可以 我幫你訂一台 你自己出錢 我先給你注意 他知道我的個性 我這個人不會 就是很簡 很簡捨 你才有好車對不對 對 我幫你訂一台S320 所以我連看都沒去看 就付錢 然後來就付錢 一個小房子在路上跑 對啊 然後他還特別交代 你開這台 第一 你應該載你媽 再來我不管了 好 怕你去打小姐 是啊 對 那除了買電子 去拉斯維加斯 還要再教育 還有什麼 還有揮理什麼 沒有啦 就是 反正就是投資 連那個什麼 Business Play也沒在看 就是三萬 五萬 十萬美金 就這樣出去了 你不會去很謹慎 那這個就讓我想起 就是說 後來就是 因為那個安農案 然後Dakkan崩盤 兩千年個年 Dakkan崩盤 所以他就蒸發掉 就蒸發掉了 對 他就蒸發掉了 蒸發掉了以後 其實是很辛苦 因為你知道曾經那麼有錢 你兩百千萬 你都蒸發掉 是說整個都蒸發掉了 對啊 就歸零 就是股票 這個他就無量下 歸零喔 歸零啊 所以所以就是說 我常常看一些 你沒心機更曬 沒有 兩億八春零 真的 你不要講兩億 我們兩千萬兩百萬 都已經心痛哀哀叫 這個過程其實 我現在在講 當然可能要講說 你的成績有這樣 我是說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修煉 因為我旁邊很多有錢的朋友 我是婦人社的 所以常常說 我認識一個朋友 你願不願意 曾經有兩億七千八百萬 然後變成零 沒有人願意 對不對 誰願意 觀眾朋友你願意嗎 你先給我們兩億七千八 我們才知道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走過這個過程 其實就 其實很辛苦 那時候對你的精神 跟生理 心理有沒有 當然有 有沒有狀態 當然 尤其是在 那個時候就一直 玩瘡自己 人家就一直跟你說 那些人一直跟你說 你趕快去賣 對不對 因為我們 老實講 我在台灣 沒有進出股票過 我沒有玩股票 好 對 然後呢 就是堆心肝 所以在這個 然後後來這個公司又不行了 我必須要走 我說 怎麼會走到這種田地 所以你公司也要離職 也要離職 也稍微沒頭路 對 財富又歸零 對 要受了 然後我就跑到那個 那個閉三沿 要去求籤 我這個人這樣 我會求籤 我到閉三沿去求籤 說得快 大家如果叫你去那排行 沒有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好 鄭雄公 你這個曾經因為這樣 罹患呼吸中止症 對 也不是因為這個 我以前就忽略到自己有呼吸中止症 那我剛剛把那個閉三沿講完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到那邊沒有求籤 但是我看到閉三沿那個時候 階梯上去有兩個那個精神標語 小富有勤 小富有勤 大富有肩 我悟到了 我悟到了 我理解的又有 比如說現在講說 為什麼剛剛陸娟講的 就是說這些董娘們 他會那麼的節儉 其實節儉是一種謹慎的態度 就是說你在經營 你在對財富 他要樹立一個榜樣 讓下一代的這個錢不是那麼好花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就知道 那我如果沒辦法賺那麼多錢 其實我可以再節儉 節儉 這樣就可以了 就大概是這樣 所以那呼吸中止症 是因為太忙於工作 我忽略到 我一直會打呼 那打呼就是會 而且我打呼 是我太太那時候跟我講的 這個中間有個笑話 他嫁給我 洞房花燭業的隔天 我說 你怎麼打呼那麼嚴重 因為我們以前很保守 都沒有先睡過 因為婚前 婚前都不好意思打呼 因為在追 沒有 我沒有一起睡過 這真的真的 結果得到的是叫做嗜睡症 這叫嗜睡症 就是你長期的這個 這個打呼 然後缺氧 然後就會造成 你的心臟會有負荷 所以是我們叫做會容易猝死 也容易得到心血管的疾病 六十七秒 他說六十七秒 我最常熱心 沒有呼吸 對 對 所以你經過這樣的打擊 你的人生是第三年那兩句話 讓你改觀 那個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一樣要面對 所以這個還是找醫生 那醫生跟著我 叫做你要運動 他說什麼運動最好 游泳 會游泳 會游泳 那還有第二個 就要多走路 見走 所以我就從二零零二年開始去 一個人慢慢走 從家裡的植物園 然後走這個仙基岩 然後越走越遠 然後走一走走一走以後 就覺得在 也是在這個山林之間悟到 就是說看到 我常跟朋友講說 你如果經理心裡煩悶 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在座的各位 你煩悶的時候 你就到山上走一走 山裡面的風 樹 他會給你答案 好 這個三元兄 為什麼叫草編街頭藝人 他這個很會草編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看 他的作品 那這個也再請教一下 玲玲 你是因為其實錢 還是夠用的 但是還是就焦慮一直跑出來 還是說你錢是真的很 就讓你很焦慮 我覺得我是不管有錢 沒錢都很焦慮 那因為那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除了原生家庭之外 後來有一段時間 我跟先生在美國 在美國生活 那大家知道 美國物價非常的高 那時候其實我有在電臺工作 就是當主持節目 那老公也有去打工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 怎麼那個費用 真的就是花錢如流水 因為我們等於是帶著臺幣到美國去 那真的就是怎麼跟人家比 所以說後來我也很焦慮 雖然那時候 就每天吃漢堡不行嗎 還有小孩 對啊 那時候那時候甚至想說 如果在洛杉磯 洛杉磯那邊很有名的酒 那邊也叫紅玫瑰 那紅玫瑰就是洛杉磯華人區 很有名的酒店 我就想說 那要不要我去酒店上班好了 要貼補交流 不是啊 這樣老師這樣子 入不敷出不是辦法 我就想說我還打聽說 那個紅玫瑰酒店 你們有認識的人 我去裡面到座臺小姐好了 後來我老公當然反對 然後他想說我老公說 你這個樣子 你老公當然反對 你有跟他說嗎 我當然要跟他講 因為不是因為做工作嘛 我又沒有對不起人家 他可以賣笑不賣聲啊 對 我就跟我老公講 我說這次要賺錢 我說不然我去這邊上班好了 就害小小照照鏡子 算了 會被打槍 還是算了 也自知之明 就是那時候就是焦慮到說 沒有 還沒有去就想 一定被打槍了 我們身材又不夠好 長得也富國漂亮 紅玫瑰 我們其實是狗尾巴 那就算了 自己算了 算了這樣 那然後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這是很像很大的決心 跟勇氣才敢這樣講 對 要說我去酒店商 不然怎麼辦了 要花錢 但後來就沒有了 就真的也也就是 我們摸摸鼻子就算了 有些臺灣人都認識你 我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我也想就說 我趕快工作賺錢 碰到靈靈就不是你 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還想說燈光那麼暗 我想應該也會暗 後來當然也真的沒有 我也沒這個勇氣 就真的有這樣想過 那當然那是之前 可是現在會怎麼樣 有時候如果說劇本 現在都是接案子 劇本也是案子 上通告也是案子 那然後如果都沒有 我會想說那這段時間 我們要付出一個五十來 我可以也許去那邊打工 對 就想說 反正就是無時無刻 無時無刻都在想說 如果這段時間沒有錢 不要賺錢 我就想辦法賺錢 有錢沒錢 我都要賺錢 對 是是是 不管什麼場所 就覺得你在節目上講 疫情期間內角都要去做 都要去做那個房務員 他就是要賺錢 所以賺錢就有來講 非常重要 那你做記者也認識一些 比較有錢的朋友 你心裡會不是滋味嗎 會吃醋嗎 當然會 對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 像我有些貴婦朋友 他們就嫁好人家 那我們就去他們家 豪宅 信義計畫去 怎麼這麼漂亮 怎麼這麼漂亮 嫁給那麼好的人 愛的 你很好面 然後嘴巴是這樣講 心裡講的是 什麼了不起 靠你老公 沒有你老公的話 你什麼都不是 所以你有兩種表情 對 表面上的講 好棒 真的是 翠芬你好棒 你們家怎麼這麼漂亮 豪宅 賓士 我都沒有 然後對 憲哥想說 我就看你可以靠你老公 對不對 憲哥想說 還有什麼了不起 還沒靠你老公 對不對 如果沒你老公的話 你什麼都不是 你也不會賺錢 也不會怎麼樣 一點貢獻都沒有 會希望他出事嗎 那倒不會 但是心裡就會很失慰 就想說 有什麼了不起 還不靠你老公 那老娘我 老娘我才是豪門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那個 有人有兩億八的時候 那個會吃醋嘛 不會 他也沒了 歸零的時候你很爽 還沒高興 開玩笑 但是真的會 心裡真的還是會暗示 是是 真的是人之常情 對 那這個崔布 你怎麼看靈靈 我覺得靈靈這個部分 就是他有一點社會比較的壓力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他生活當中的一些 就是不確定感 可能會讓他的焦慮變高 那我覺得這個是會的 像我自己也有過 就是如果你曾經有過同一個時間 所有的工作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真的會 有一點恐慌的狀況 不是 非常恐慌 不是有一點 你需要到看醫生嗎 有啊 我有去看醫生 看心理醫師 是 就是焦慮 他講說我自律神經失調 什麼叫自律神經失調 對 他說那一直在持續吃藥嗎 沒有 沒有 那段時間我就是 醫師如果說 你楊聰才 楊醫生的 楊聰才 醫生問我說 你有沒有去運動 我說有啊 一個禮拜大概運動兩天 那段時間 那你有沒有睡不著 我說也還好 都有睡覺 那你可能是輕度的自律神經失調 我開個藥給你好 他就開藥給我 我去吃了一天兩天 後來我就告訴醫師說 我不要被這個藥物控制 因為我覺得心病還是新藥醫 自己還是要把這個靈給戲開 解開來 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再吃藥了 另外就是三元胸 現在過得這麼自在 是 這位老先生也不容易 就已經到達另外一個境界 等一下也來請教崔芬 來 先休息一下 這個崔芬你看到現在的三元 你感受的是什麼 我其實會覺得 他有一個滿好的心理任性 就是說他的心理的彈性 比較比一般人要來得大 譬如說他在過好生活的時候 雖然他有一段時間 會有一點感嘆 悅嘆說 自己沒有在一個最好的時候 五年 聽別人說 把他趕快賣掉 可是我覺得他的心理任性跟彈性 其實是大的 所以他才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所以像他剛剛就有講 他有些時候會說 因為像有些時候一個人的焦慮 很容易把一個人淹沒了 讓他的那個判斷力 理智跟他做出來的決定 都會太窄化了 或是不適合他自己 那我覺得他可以到現在去編 這個好可愛的草編 然後我剛剛看 他都非常自得其樂 然後非常投入其中 那我會覺得 他的人格特質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所以他一旦投入一個事物 他還滿享受中間的過程 他不會被其他事物分心 那我覺得他有一些人格特質 加上他處理壓力的能力 所以他剛剛有說 他雖然也有恐慌 然後他也有罹患 那個各種不同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他調節的 自我調節能力還算是非常的好的 我說什麼 要做到微軟的副總 然後呢 要做到中華電信基金會的執行長 今天要把那張帽子抵起來 要抵頭 那是不簡單的事情 對 那有用力 我發現他還有一個 他非常會從事物中體會到哲學 他連去爬個B3也有哲學 玩百家樂 他也有體會出哲學 對 那個一定酒店要贊 搞到 所以他連酒店都很困惑 他都可以體會出哲學 那我再請教玲玲 當你那個焦慮來的時候 你會不會人就是一直陷進去 拉不出來 會啊 所以才去看醫生 那時候就是每天想 都是很灰暗的東西 就想說這這樣下去不行 我要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我甚至那時候去上心理課程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練習 為什麼我這麼焦慮 我交易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收入 那你不是說只是面 你不是說這樣 我一直焦灼下去 你要想辦法解決 然後就一直在找根源 我找到了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沒有穩定的收入 這是一個最大最大 那個不安全感 如果說我穩定收入 那我大概知道 這個月開銷 酒店就有啦 對對對這樣 什麼酒店 酒店不一定有 不一定有 不一定會有穩定的收入 人家不會一直框 一直框 那邊就叫包養 生意不好沒辦法 對 那我就發現 穩定收入很重要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說 怎麼樣才能找到一個 穩定的收入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寫劇本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劇本一檔下來 比如說八點檔 這一年 一年半都不成問題 所以當我發現 我去針對這個問題 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就好很多 那你的劇本被採用的 這個有多高 基本上來找我的大分 都已經是確定要排的 所以我的運氣很好 對 就是已經確定了 就要排 劇本的收入怎麼算 劇本收入看多少不一定 那你如果說一個人寫 跟八點檔 八點檔是很多的編劇寫手 一起在共識 那你分配的多單就多 分配的少就少 這不一定的 那如果說你個人寫的話 以現在試駕的行情 單元就是如果說影集的那種的話 一個小時就是大概 一般工年行 大概就十萬上下 好一點的 超過十萬 可是都很辛苦 哪有 我看都是在那個辦公室裡面 然後那個男主角就 或婆婆就給他那個一個耳光 拔下去 然後他就說 你 你給我拔 為什麼 這樣子 為什麼可以問五分鐘 沒有 八點檔跟影集不一樣 要看情況 但是通常影集 他們這種就是要寫一個劇本 大概好幾年的時間 OK 對 所以平均下來的話 對對 非常專業 所以平均下來的話 其實編劇其實也很辛苦 好 那很多人 真的有貧窮焦慮 那我們今天難得邀請到杜鵌 那杜鵌後來 你是怎麼跳出的 其實我覺得其實講一個 我也一直在觀察 因為我是很喜歡觀察的人 那我跟以前的工作 是完全不一樣 那其實我們想說 像我們過年的時候 你看華人都會說 恭喜發財 對 那西方人是說Happy New Year 你是要Happy 還是要發財 你要買一個 如果只能選一個 各位 發財就會Happy 志偉哥覺得是這樣 可是有些人是Happy 就會發財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哉問 大家就是所謂的貧窮的恐慌 到底是真貧窮還是假貧窮 因為這個慾望永遠都沒辦法 那我覺得我是因為 劉庭那一年 我看過非常多的人 那其實我也很喜歡就是一句詩 他講就是說雞龍 就是那個雞的籠子 雞龍有米離鍋靜 就是雞在他養在籠子裡面 但是每天有米可以吃 但是你離鍋就可以煮 煮來吃離鍋靜 野賀無良 天地寬 請問一下你要當野賀還是當雞龍 野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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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沒有米喔 沒有關係 因為自由價最高 那我覺得我現在就是野賀 因為我就是大家就會想說 也很多我的同事來問我 他說那我不上班 我能幹嘛 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其實你說他真的喜歡花錢嗎 其實也不是 而是覺得好像沒有一個框架 就好像沒有辦法活著 那因為我覺得 也自建議大家為什麼說 我們要行萬里路 多去看看不同的人 你就會發現說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人 他在過頭不同的生活 不是只有這一種 人有非常多種的生活方式 那因為我現在在雙溪開書店 然後我也是社大的走讀老師 那有時候我也會在104開課 那我就覺得其實慾望 不是故意要變少 就不小心就變少了 像我現在戒指是三元哥做的草編 以前 因為以前就是 奇怪怎麼看起來像鑽石 因為以前在銀行就想說 人家買了香奈 你要買香奈 那人家買什麼 你要買什麼 可是現在因為大部分都是在自然環境裡面 像我昨天去巴黎左岸 因為我要帶同學去巴黎 昨天的彩霞非常美 是巴黎還是巴黎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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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真的超美 因為昨天就是晚霞 彩霞非常美 然後我就騎著U-bike 我看到那個彩霞 我覺得這個彩霞值一百萬 因為真的很美 然後看到兩道彩虹 那我就忽然覺得很高興是說 你巴黎 你連續看三天 那個彩霞 換一台便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當我在看彩霞的時候 有可能我的同事正在開會 正在被老闆罵 我那時候坐在河邊吃的雙胞胎 我竟然笑起來了 雙胞胎是很好吃的 這是雙彩霞 然後我就想說有時候也賀 我們現在也賀無良天地寬 你到底要賺 然後我們買了一個 Chanel那個包包 就是皮一個 就是一個黑色的包包而已 你因為那個包 可能要被 可能要被這個會議 被罵得很慘 沒有我在看彩霞 所以有時候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說 我剛剛講的是happy 還是發財 可是我相信你happy 之後就會發財 因為你很開心的時候 你很喜悅 你就會知道 要怎麼樣去做一些事情 你有多久沒有買新衣服 不會 我現在都買戶外的 戶外登山用品 但是有時候就是為了 不是為了說 因為他買 我覺得那個比較性跟嫉妒 好像比較不會 舉個例子 因為我們常常去山裡面走一走 其實你會發現大自然 有很多不同的生物都很漂亮 你反而會去欣賞 你看到這個深山足跡 像最近很多人都去向天湖 看那個我們講說向天蝦 最近那個向天蝦大爆發 你覺得那個蝦子好可愛 我覺得這個比起很多人家 買翡翠珠寶 其實我不是在講說物質不好 沒有 是說你真的看到這樣 你會覺得那個心裡的喜悅 其實是有時候 書店生意好不好 書店生意其實謝謝娃娃娃 因為上次第一次來參加娃娃娃之後 他有海外的威國華僑回來 一定要看我 他們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可以不要錢 然後來開書店 問我 而且來的人 有些是有錢人 很可愛 就有幾個 我記得有一個姊姊 她剛好就是從美國回來 然後回來報稅 然後她就回來說 她看了娃娃娃 我才發現說娃娃娃收視率真好 因為是海外 Youtube也是破百萬 真的 現在一百一十幾萬 對 然後他們那個 其實不瞞你說 除了海外的威國華人 還有深山裡面寺廟的師父 也來找我了 也是看娃娃娃 也是看娃娃娃 那我們可不可以分 然後我就說師父 你也看娃娃娃 寺廟比那師父也看娃娃娃娃 然後因為這樣跑來 我書店要買書 不然你以為是師父 就不用過生活 對 想說娃娃娃的 因為娃娃娃充滿了哲理 你不曉得嗎 真的 又有零三元 沒有 我發現娃娃娃的普及率 從師父 出家師父到海外的 這個有錢的姐姐都有 然後他們過來 其實就想要跟我分享 第一個 他們都很好奇 為什麼你這麼快樂 因為這快樂不會騙人嘛 當書店他覺得 你好像賣一本書 你有沒有想過去酒店上班 聽說姊妹花 等一下說來休息一下 其實聽杜娟講這些話 真的好開心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就是很晴朗的一個 午後舒服的風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他剛剛講的就是 他講說快樂就會有錢 那我覺得有錢不見得是真正 實際上的鈔票 而是精神上面的有錢 就是你看光額彩銷 我覺得很快樂 對 這種快樂 那應該是你存錢存夠了吧 其實像剛剛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都存多少錢 像剛剛志偉哥就講說 他會去算多少錢 因為其實我以前就是 那個環境都是金錢掛帥 然後同事 像我最近就看是 看了同事又買了新的賓士 可是我覺得 我也沒有在提倡 就是說物質無用 因為我現在就在 我買那個有沒有 登山鞋一萬多塊 我也買 應該說我對於金錢 覺得是價值不是價格 那也沒有覺得要跟人家比較 因為我想要買比較好的東西 是因為我常常登山 我覺得比較實用 那現代人比較是屬於 就是要比較 會覺得說 買這個 我沒有買這個 好像覺得 那財姐 對 可是有時候我覺得 比較是自己心裡的想法 其實我也分享 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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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跟你說 要跟那個菜市家搶 你要怎麼滿足 對不對 真的比不上 沒錯 而且其實真的沒有人在看你 大家就會覺得說 好像別人會看你 會怎麼樣 其實沒有人在看 你說因為這樣 然後你會換了這個車 你要只是跟你稱讚個 一秒鐘或是十秒鐘 你為了這十秒 你的車冰勢 然後他的內心是說 還不是他怎樣怎樣 那你為了這個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有沒有 那我就覺得OK 可是你只能為了別人 稱讚個十秒鐘 那你會擔心未來的退休錢 不夠用嗎 其實當然 我自己也是很有理性腦 我在銀行也25年 其實當然有存一些錢 那我當然有理財 很多時候常在帶大家走讀 就有很多學員就問我說 老師你怎麼理財 那其實當然我們也是 我覺得沒有說 我們要很放任自己的人生 那怎麼樣規劃 其實該買的保險 該做的就是投資 EPF我都買得很 那你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平均 我現在一個月真的花得很少 因為我現在是那個 在吃野菜的老師 我買菜不用錢 我去山上採野菜 那也不用買玩具 我覺得我一個月 現在可能都花不到三萬塊 其實我不是故意不花 是因為 其實用不到 用不到 了解 不過給一點時間給我 介紹一下三元兄 是 三元兄 是 你怎麼這麼便宜 給大家介紹一下 沒有 主要是 我的草辯就是我媽媽幫我割 不是這裡 是用冠 現在冠要不中時 所以我就沒找 那個獨靴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用大王 這個大王椰子的葉竅做的 這個是我設計的 那個尾巴 他的圓形是就是炸蒙 前面的編法是跟炸蒙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鱷魚 是我設計的 鱷魚給他看一下 然後鱷魚 那個 這個是尼蘿鱷還是 沒有 他其實是像個玩偶一樣 很可愛 很有樂趣 然後這個是特別為新聞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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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請注意看 請我 我 對 你們這隻 我現在給你三隻 要給鄭大哥 再給他送給鄭大哥 這超狗 超狗 超狗是什麼 超狗 螳螂 螳螂 這個很像 對 漂亮 OK 然後呢 這就是草莓 草莓 如果鱷鱷 鱷鱷 撲撲 這隻是毛蟹 毛蟹 毛蟹 漂亮 這是神仙魚 做得很好 不是為什麼會去做草編 對啊 主要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鄉下地方 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其實塑膠還不是很銅銜 這是一個玩具還是有 但是有錢人家才買的喜歡 那當然有一句一句話 切成就沒有要打光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哪有那個龍雄錢 可是小孩子還是想玩對不對 所以就是都是這些手做的 所以我們以前燈籠 我們自己玩 對 自己做 那不是只有政府統一發給你 這些東西後來因為我在 街頭藝人你這樣一隻賣多少 那一隻那隻兩把 這一隻天蠍座 會遮人 兩百 其實代表一個字 代表一個字萬 我們甲骨文就是萬 就是一隻蠍子 一萬兩萬的萬 兩百塊真壯 變得那麼好 那這個螃蟹 三圓極地 這隻多少 這隻 這隻差不多一百而已 這樣喔 你要多少時間來變 我變起來很快 但是如果加上找材料 什麼 等於大概要算起來 可能要十來分鐘吧 對 可是變很快 那這裡蠍魚要多少 蠍魚比較久了 這大概要花個大概二十分鐘左右吧 你都在哪裡邊 我都在咖啡廳 咖啡廳然後坐一坐路 旁邊